知名网红馆长陈志涵在台中市北屯区 崇德二路经营的健身房 12号晚间遭到一辆货车 突然开车冲撞大厅 当场玻璃碎裂了一地 让当时在健身的民众吓了好大一跳 还好没有人受伤 警方货报道场将31岁的零性驾驶 依毁损罪移送 他公称是因为工作面试不顺 情绪失控才会冲撞健身房 不过对此 馆长在昨天晚间开了直播痛批 怀疑这案情并不单纯 监视器排下一辆蓝色小货车 开到健身房前 接着车头一转 对准大门口 家族玛丽催了油门 直接开上阶梯 就往玻璃门撞去 整扇玻璃门被撞飞 铝框都变形 驾驶和乌驾驶座的乘客两人下车 还一副神色自若 悠闲的喝着饮料 吓到因为变一练 突然门就飞出去 同地履历啊 然后硬正脚硬正脚 为了报复吗 但是我觉得那只是理由 就像之前报复长开枪的那个 找一个纠纷的理由 检犯开车冲撞后 两个人还留在原地 等待警方到场 驾驶灵性男子向警方公称 是因为工作面试不顺 情绪失控才会报复 但馆长开直播 质疑案情并不单纯 他讲的理由很瞎啦 可是听起来又很正当啦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简单 事发后健身房照常营业 而同样身为网红的陈怡 也在脸书发文说这跟我在街头遇袭 是一样的套路 对方就是要给你警告 与黑道或者政治因素 有所前连 目前本分局要特别澄清 这军事不实的内容 为什么要开车冲撞 幕后有人支持吗 灵性嫌犯被依毁损恐吓 杀人未遂罪嫌已送 同车乘客的许姓男子 虽然声称事前并不知情 但警方一并将他列为被告 馆长在台中开车健身房 从筹备到现在 风波不断只能说人红是非多 街奖黄之遥台中报道